张华县产业发展建研会第12次会议 24日下午在金瑞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县长为民股听取县内工商企业界的建研与新声 承诺县府会重视并协助解决 期许大家一起努力带动各项产业的发展 感谢大家对于张华县政府的支持 那我们张华县政府在最近这将近四年来 有大家的支持、鞭策跟参与 我们这个绿能的开发 大家渐渐都知道张华县真的是得天独厚 在这两项我们都是全国第一的 而且建制的过程之中以及施工的 都已经慢慢大威了 那学校这一边也跟这些外商做产学的合作 在这个学生、学校也今年开始 招收这个风力发电的科系、相关的科系 所以我们这个是并且没有解释的 那绿能是未来的趋势 而且也是一个永续的再生的一个能源 也人类毕丑的一条路 也值得卫县长他的主事 我们公测会就借着这个平台来做好 为企业服务的工作 这四年来卫县长交代很多事情 说一定要做工商服务 企业界的问题就是公测会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县长的问题 所以县长要为中小企业找出路 为了提升我们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那么再三地叮礼我们公测会 利用这个平台 好好节育民间的企业 来作为一些好的建议 让卫县长有一个输政的依据 与会企业针对县内产业推广 行销观光 活络地方经济 提升卫生安全 及目前社会冲刺网络谣言等议题 广泛讨论并提出宝贵戒言 期望共同打造彰化线成为幸福城市 让所有企业能在彰化永续经营生根发展 公益频道林俊明秀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